瘟疫之后,耶和华小尉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,你们要数点以色列全会众,按他们的宗族,凡以色列中从二十岁以上能出去打仗的,计算总数。 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在摩押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,向以色列人说,你们中间从二十岁以上的都要计算总数。 这曲照耶和华吩咐出埃及地的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话。 以色列的长子是吕变,吕变的种子属哈诺的有哈诺族,属法禄的有法禄族,属西斯伦的有西斯伦族,属加米的有加米族,这就是吕变的各族,其中被属的共有四万三千七百三十名。 法禄的儿子是以利亚,以利亚的种子是尼姆利,大滩,亚比兰,这大滩,亚比兰,就是从会中选招的,跟可拉一党共同向耶和华争闹的时候,也向摩西亚伦争闹,地便开口吞了他们,和可拉可拉的党类一同死亡,那时火烧灭了二百五十个人。 他们就做了警戒,然而可拉的种子没有死亡,按着家族西敏的种子,属尼姆利的有尼姆利族,属亚敏的有亚敏族,属亚金的有亚金族,属谢拉的有谢拉族,属扫罗的有扫罗族,这就是西敏的各族共有二万二千二百名。 按着家族,加德的种子,属喜分的有喜分族,属哈基的有哈基族,属苏尼的有苏尼族,属阿斯尼的有阿斯尼族,属以利的有以利族,属亚利的有亚利族,属亚烈利的有亚烈利族。 这就是加德子孙的各族,照他们中间被数的,共有四万零五百名。 犹大的儿子是阿尔和俄南,这阿尔和俄南死在迦南地。 按着家族,犹大其余的种子,属士拉的有士拉族,属法勒斯的有法勒斯族,属谢拉的有谢拉族。 法勒斯的儿子,属西斯伦的有西斯伦族,属哈姆勒的有哈姆勒族。 这就是犹大的各族,照他们中间被数的,共有七万六千五百名。 按着家族,以撒加的种子,属陀拉的有陀拉族,属普瓦的有普瓦族,属亚树的有亚树族,属申伦的有申伦族。 这就是以撒加的各族,照他们中间被数的,共有六万四千三百名。 按着家族,西布伦的种子,属西列的有西列族,属乙伦的有乙伦族,属亚栗的有亚栗族,属亚栗的有亚栗族。 这就是西布伦的各族,照他们中间被数的,共有六万零五百名。 按着家族,约瑟的儿子有马拿西,以法连。 马拿西的种子,属马吉的有马吉族,马吉生基列。 属基列的有基列族。 基列的种子,属伊以蟹的有伊以蟹族,属西勒的有西勒族。 属亚斯列的有亚斯列族,属世贱的有世贱族。 属世米大的有世米大族,属西福的有西福族。 西福的儿子西罗菲哈梅儿子,只有女儿。 西罗菲哈女儿的名字就是马拉、罗阿、和拉、密加、德撒。 这就是马拿西的各族,他们中间被数的,共有五万二千七百名。 按着家族,以法连的种子,属舒提拉的有舒提拉族,属比杰的有比杰族,属他喊的有他喊族。 舒提拉的种子,属乙兰的有以兰族。 这就是以法连子孙的各族,照他们中间被数的,共有三万二千五百名。 按着家族,这都是约瑟的子孙。 按着家族,遍雅敏的种子,属比拉的有比拉族。 属亚什别的有亚什别族,属亚西兰的有亚西兰族。 属舒反的有舒反族,属护反的有护反族。 比拉的种子是亚勒、乃曼,属亚勒的有亚勒族,属乃曼的有乃曼族。 按着家族,这就是遍雅敏的子孙,其中被数的,共有四万五千六百名。 按着家族,淡的种子,属舒含的有舒含族。 按着家族,这就是淡的各族。 照其中被数的,舒含所有的各族,共有六万四千四百名。 按着家族,亚什的种子,属因拿的有因拿族。 属义诗伟的有义诗伟族。 属比利亚的有比利亚族。 比利亚的种子,属西别的有西别族,属玛杰的有玛杰族。 亚舍的女儿,名叫希拉。 这就是亚舍子孙的各族,照他们中间被数的,共有五万三千四百名。 按着家族,拿福他利的种子,属亚靴的有亚靴族。 属孤尼的有孤尼族,属耶色的有耶色族,属适冷的有适冷族。 按着家族,这就是拿福他利的各族,他们中间被数的,共有四万五千四百名。 以色列人中被数的,共有六十万零一千七百三十名。 耶和华小域摩西说, 你要照着人名的数目,分地给这些人做产业。 人多的,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。 人少的,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。 要照倍数的人数,把产业分给个人。 虽是这样,还要粘旧分地。 他们要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产业, 要按着所粘的旧,看人数多,人数少,把产业分给他们。 历位人按着他们的各族背数的, 数格顺的有格顺族, 数戈侠的有戈侠族, 数米拉利的有米拉利族。 历位的各族有利尼族, 西伯伦族, 玛利族, 武士族, 可拉族。 戈侠生暗兰, 暗兰的妻, 名叫约基别, 是历位女子, 生在埃及, 他给暗兰生了亚伦, 摩西, 并他们的姐姐米利安。 亚伦生拿达, 亚比户, 以利亚撒, 以他玛。 拿达, 亚比户, 在耶和华面前, 献烦火的时候死了。 历位人中, 短一个月以上背数的南丁, 共有二万三千。 他们本来没有数在以色列人中, 因为在以色列人中, 没有分给他们产业。 这些, 就是被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所属的, 他们在摩押平原, 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, 属点以色列人。 但被数的人中, 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, 从前在西奈的旷野, 所属的以色列人。 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, 他们必要死在旷野。 所以, 除了耶弗尼的儿子迦勒, 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, 连一个人, 也没有活下来。